朋友们好啊 前不久呢 有个朋友啊 刚刚送了我一个iBook 还是一个非常新啊 据他所说的 我们今天就来开箱看一下 我之前也早就说了 我上一期视频里想说 我搞一个橙色好的iBook来玩玩 这不刚好有了这个机会啊 我们先把这个箱子开一下 看到有一个充电器 这里还有一只Mighty Mouse 是有线版本的 我之前只用过一个无线版本的 这个有线版本我还是第一次用 把这个主机本身拿出来 还是挺沉的 这个我估计得有个2公斤以上 很厚实感觉 毕竟是2003年的东西了 把它放过来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45瓦的这个电源适配器 和一个有线的Mighty Mouse 虽然没有包装盒 但是无论是配件啊 还是整个机器 都给我感觉一个真的是非常的新啊 非常的难得 可以都这个2021年了 18年将近20年的机器了 可以看到这个外观还是 几乎就是跟一个新买的一样 然后把它打开来 电话线以太网 火线两个USB Displayport和3.5毫米 这个键盘看上去 真的雪白 非常的好看 iBook G4有个代号叫Snow 意思就是像白雪一样 这个是真的搭上这个配件啊 真的非常的好看 这个卡扣给它扣上 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面 是这个它的电池 这边按一下就像这个充电宝一样 它有一个指示灯啊 还有多少电量剩余 iBook是入门级定位的Mac 所以它的售价在当时 大约是1万人民币左右 那么相比于其他PowerBook啊 还有这个Intel MacBook 都要便宜不少 iBook最终在2006年 被采用Intel库瑞双核的MacBook所取代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开起来看一下 把这个电源线插进去 插进去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绿色的光 然后再把这个鼠标啊 给它接上去 好 让我按一下这个开始 开关啊 哎 怎么没没反应呢 哎 也没有听到那个开机的那个 哆的一声啊 哎 有了有了 很奇怪 这个开机声音去哪了 看起来应该是能用的吧 哎 我们看到这个 哎 已经在加载了 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个应该是 是那个第一次开机启动的时候 那个设置的欢迎动画了 这个非常的 因为我的第一台电脑 因为我的第一台电脑 是那个iMacG4啊 台灯 它预装的那个Tiger系统的演 一开始演示这个动画了 这个 哎 一下子思绪就回到了这个 十多年前啊 这个MacOS 10 10.4 Tiger 开始使用啊 这个 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欢迎界面啊 我随便快速的给它设置一下 这边国家我们就 就默认就可以 现在不传输我的信息吧 这边键盘 有一个智能ABC出入法 我们选这个美式 就英文出入法吧 好 我们点继续 无线网络 它这个还只能 只能是用这个2.4G的无线网络 先不连接了 这个注册信息随便填一些吧 这个键盘的手感啊 敲起来就非常的 这个键层很长 非常的有 有感觉这个键盘 而且键盘上的每个键 敲起来挺灵敏的 这里这个随便写一些吧 这里就选 离退休人员吧 好 我们继续 好 这边要创建我这个电脑账户啊 这边我随便改个名字吧 来 啊 好了 这边有一个我们选以后注册啊 啊 时区默认就可以 这边点继续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在这个进系统啊 进桌面了 啊 这张壁纸啊 应该是这个AQUA的Blue 这个壁纸非常的好看 它的默认壁纸 这台电脑已经被我配置了一些常用软件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亮度调节功能 可以正常使用 声音的话 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这台电脑的基本配置吧 呃 这个关于我的Mac啊 看一下这个出力器是1.33GHz的G4 PowerPCG4 内存是1.25GB 呃 这可以看到这个iBook G4的型号 然后它的一个L2的缓存 好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Majita 也就是松下的一个CD驱动器啊 还有这边一个Fuji子的硬盘 40GB的大小 还有一个蓝牙2.0 火线接口 PCI卡里有以太网控制器 SATA没有 USB的话应该也是有一个2.0的 对 有一个2.0的接口 然后 显卡的话用的是 ATI Radeon 950的一个独立显卡 32MB的这个独立显存啊 然后这个显示器是1024x768 这个烧录光盘是Majita 呃 内存是板载了256MB的一个 和1GB的外置的一个内存 这个电源 诶 这个电池循环次数只有9次啊 这个这个非常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新了啊 这看来是一台几乎全新的电脑 就没什么人用过 这个生卡是德州仪器的TAS 3004 呃 Airport 还有这个是系统版本Darwin 8.1的内核 嗯 来看一下这个信仰灯啊 它这个电脑和现在的苹果电脑一样 都有这个信仰灯 而且是随着屏幕亮度呢 是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啊 非常的好看感觉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休眠和唤醒啊 我们把盖子盖上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系统 就进入了一个休眠状态 有一个指示灯 它会在这边闪烁 然后我们再把它唤醒看看 可以看到这个唤醒速度还是不错的啊 基本上跟Intel Mac的唤醒速度差不多 另外说一下就是这个鼠标啊 这个Mighty Mouse鼠标的手感 真的是个人感觉比这个Magic Mouse鼠标要好得多了啊 而且它还有一个轨迹球 后面呢是一个红色的光电感应 这个轨迹球呢是可以360度的这样一个旋转啊 对 你可以听到这个很细微的这个 就像Apple Watch上面的那颗数码表观旋转的时候 那个感觉 这边呢还有一个可拆卸的一个电池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写的12寸iBook充电电池 这里有一个电源指示灯 按一下就可以告诉你有多少电量 这个电池很小巧 那我们把它重新盖上 那么还有一个 它有一个吸入式的这个CDDVD光驱啊 那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用 放进去的声音有一点大 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了它这个 开始转动的那个声音了 可以啊这边我放了一张空白CD啊 那我们现在把它弹出来吧 好 那么再看一下它的系统其他功能吧 这个Dashboard 哎这个功能应该是我很有印象 我在这边添加的时候 会有这个水波纹的特效出现 这个以前在玩黑苹果的时候 这个就代表这个显卡 就被正确驱动了 如果显卡没有驱动的话 是不会有这个水波纹的效果的 这个拼图啊 这个拼图啊很有意思啊 这个我记得后来的Windows Visita上面 也有这个小小组件 它有这个拼图的这个东西 这个简直一模一样啊 好的就是这个这个Dashboard 这里有这个变迁纸 感觉这个这个功能现在到这个LINE 还是Mountain Lion的时候就没有了啊 有点可惜啊 这边我们把这个Airport 这个WiFi给开一下 好WiFi已经连上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页啊 不知道现在的网页还能不能打开了 因为这个Safari的这个版本应该是很老的 这个这个苹果官网我我看都已经是打不开了 我们换一个网站 这个百度好像还可以啊 好像好像好像还可以 有一点有点卡有点慢 但是还能接受还能接受 这个Safari的版本是4.1.3啊 我记得这个Safari 4还是支持Windows的 好可以看到这个百度居然是能正常打开啊 就是这个滚动起来的这个速度 非常的慢啊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面还有一个最新的 M1芯片和Intel做切割啊 真真是没想到 我们现在这个还是在用PowerPC的芯片 我们把这个网页先放一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 Doc栏上的其他应用程式啊 这个iChat 这个东西我没有用过 应该是类似于这个即时通讯软件吧 会有点像iMessage 应该现在是不能注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Items嘛 这个Items的图标啊还是挺古老的这个 我印象啊 当时买那个iPod nano 然后就需要下载这个Items软件 这个怎么关不掉 啊 关掉了 好 这边我们看到这个Items啊 Items界面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使用起来还是有一点有一点卡顿的 但是 这个Items是第九版本 那还是挺新的这个Items 下面还有一个邮件 我们都把它点开来看看啊 我一次一次开它五个 看看这电脑 什么反应 如果说这台电脑的发热的话 我感觉我现在的手托那边微微有一点热 但是呢 它的风扇啊 我感觉不到它的风扇在转 而且也不是很热 但是呢 它的速度确实是有一点慢了 这个Keynote一直跳了二十多下才跳出来 这个 这个界面啊 都是一个金属拉丝的风格 这个非常的好看 哎 这三个 这三个iWork组件 出不来了 那我能听到那个硬盘 就是它的那个4200转的那个 夫妻子的硬盘不停的在转 声音 声音还是有一点响 哎 这个现在好像这三个都已经出来了 但这个滚动的时候这个调针是非常明显 好 我们这个选择一下 它又开始转 转菊花了 哎 终于 终于弹出来了 这个这个Numbers啊 是一个类似于Excel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比Excel用起来简单多了 非常直观 可惜没什么人用 好 我们看一下我现在开的是三个iWork啊 还有Items和网页 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存占用的是多少 把这个活动监视器给它打开 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Numbers用了100多Mega的内存啊 CPU使用率倒是不高 呃 内存的话也还好 看来这些老的软件占用的内存啊 是并不大的 1.25 Giga的话 还是挺绰绰有余的好像 好 当然 这个机器原来的内存是只有256Mega 这个另外的一G呢 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那么后面的软件啊 我就不多做这个了 我们就简单的快速的浏览一下吧 。 好 快舞蹈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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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们输入完之后按下这个回撤 可以看到它开始加载了 现在呢就是在加载这个U盘上面的这个安装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已经是这个Leopard的这个桌面壁纸 这边我们就选择以中文作为这个主要语言 然后下一步 好这边写了一个欢迎啊 MacOS 10 Leopard的安装程式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更多信息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系统要求啊 必须要有Intel处理器或者PowerPC G4 G5处理器 和一个至少512MB的内存 我们先把这个硬盘给它分区一下格式化一下 这边我们选择这个硬盘工具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硬盘 选这个分区 把它改成一个分区吧 就现在这样 一个分区就可以 好名称的话 Macintosh HD 安全选项是不需要 然后我们按一下清除 然后等它这个清除完毕 好我们这边要确保用的也是这个Apple分区表 对用的是Apple分区表 如果用其他两个的话就是不能开机了 好这边我们先关闭 然后我们这边继续 好这边我们选择Macintosh HD啊 这个就默认就可以 好我们点继续 好接下来就是要安装了 这个安装过程呢会会非常非常久 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 这边我们就跳过了 就现在是安装完毕的一个过程 我们准备重启 好那么至于为什么用U盘安装 不用这个DVD啊 是因为这台电脑的这个驱动 这个CD驱动啊 是不能刻录DVD的 所以没有办法 只能先用这个U盘代替一下 我也没有别的这个刻录仪啊 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成功的进入系统了 这个进系统其实是比较久的 花了将近三分钟时间 可以看到这个转这个彩球啊 这应该是Leopard的一个开始的这个动画 这个动画呢 比之前这个Tiger更加的炫酷 更加的好看 这个也是很多人第一次使用 这个苹果系统开始的地方 梦开始的地方 还有之后的那个Snow Leopard 就10.6的那个系统 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欢迎动画 这个欢迎动画到10.7 Lion之后啊 就没有了 就很可惜不知道为什么 可以看到这个金属的这个叉 虽然和我这个塑料的这个iBook不太相符 这边国家和地区 我们可以选这个 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中国 好然后这个键盘的话 就还是一样选这个美式英文 这边不传送 然后无线网络就先不不不连接 好这个注册资讯跟刚刚一样 我们随便写一下 还有几个问题 随便写一下 好这边向Apple注册 先不注册 时区给它调回来 好可以看到接下来就进入这个Leopard的这个桌面系统了啊 这个桌面还是非常好看 尤其它这个Dock栏啊也变成金属的了 然后这张星空的壁纸啊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半透明的那个上面的状态栏 菜单栏 好看一下这个 这个反应有一点慢 好这个版本10.5Mac OS X OK打开的时候已经是明显的卡顿啊 毕竟这个系统是专门为Intel处理器设计的 对于这个PowerPC确实是有点带不动了 吃力了 就可以想象你就想象是Big Sur跑在Intel上 就Leopard跑在PowerPC上 就是一个感受 好这边我们把这个电源状态调成这个更好的 更好的性能 但是实际上没什么用 我们看一下系统偏好设置里面 改改个桌面吧 Leopard应该有几张新的桌面壁纸 这里我记得这个之前应该是没有的 这个地球什么都是新家的 还有这个植物 这个草应该也是新家的 很好看这个 虽然这个显示器啊 但是不太行 它是一个TFT的这么一个材质啊 所以它就比较老旧 看起来色彩不会那么好 不过呢 这个显示器啊 还有这个系统依然是支持系统级的色彩胶准了 所以就算这个显示器再差 颜色至少还是能准确显示的 而且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 这个Dashboard呢还是一样啊 只是感觉好像添加的时候更加卡了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Finder是可以正常打开啊 那么基本上现在这个iBook G4的体验啊 就到这边啊 还是一台非常不错啊 尤其这个外观这个橙色啊 让我觉得非常惊喜啊 那就先这样吧 那么关于开机声音为什么会没有啊 我们想一下 因为Mac的开机声音就代表它的字简通过嘛 所以我在关于本机里面看了一下 它的这个开机自我测试啊 发现它的这个内存测试是失败 但是呢 在内存状态里面又写着好 就我突然有点摸不着头脑 就为什么 所以我就把它拆开来看了一下 这一看了不拆不要紧 一看啊 就给我吓一跳 我突然发现这个机器的标签纸上 写的是512MB的内存 然后我到这个苹果以前的网站上面去看了一眼 我们用Weback Machine 我们可以回到2005年的这个苹果官网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iBook G4 12寸 它的板载内存应该是512MB 333MHz的速度 但是呢 这个这台电脑却只有256 所以我把这个内存仓我就拆开来看了一下 让我把这个 我外接的这个内存条先给它拔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海力士的546T内存芯片啊 那么后来在我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内存芯片确实四组的话应该是512MB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有两组坏了 所以它虽然能开机 但是它自检通不过了 然后它的还有256MB的板载内存是坏的 所以它只能用256另外两组好的 这只是我的猜想啊 但是呢 它现在就是一个开不了的 没有这个开机声音的状态 如果你们有这个更好的这个想法或者建议啊 或者说有什么好方法能让这个开机声音重新回来啊 欢迎告诉我一下 那么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